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真的很強 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要罵我 你可能會覺得說 台北股票市場今天是下跌的 可是為什麼洪老師 他會說台股今天是非常強的 在股票投資當中有一句話 他是這樣講的 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數字 你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感覺 你現在看到的台北股票市場 目前盤中是下跌多少 他是跌了45點 對不對 他跌了45點 今天看起來他是一個下跌的盤勢 可是強弱之間不是看 今天指數的漲勢而已 指數的漲跌而已 你要拿來做一個比對的效果 昨天美國股市的電子 電子科技類股跌爆了 美國納斯達克昨天晚上 是中錯了1.61% 他中錯了1.61% 直接跌破了之前橫盤整理的區間 再創一個波段的新地 再創一個波段的新地 如果以過去台北股票市場 在1萬1000點的話 今天台北股票市場跌個一兩百點 都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都是很輕易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今天的台股是如何 他今天只有小跌了0.44% 他只有小跌0.44% 甚至連昨天的低點 他都沒有跌破 所以一直有一隻黑手有沒有 我跟你說的有一隻黑手 在這個地方一直把盤市給撐住了 撐住了 撐住了 他撐盤是為了要讓行情做一個改變 為了要讓趨勢做一個改變 所以他把盤撐在這邊 來等待一個技術線型的反轉 然後把盤市整個在正確的時間點上面 把它踢上去的時候 整個指數就改變了 整個市場的氣氛就變化了 我們昨天在講 其實中美貿易大戰 它可能會影響到世界的經濟 但是其實它對於整個台灣的影響 它是非常小的 它是非常小的 真正的影響還是在於 個股跟企業自己的本身 昨天為什麼科技類股會跌 昨天為什麼納斯達克會跌那麼重 最主要的原因在這個 反壟斷的調查 美國它開始對FAANG這幾家企業 進行反壟斷的調查 因為他們太厲害了 因為他們的整個市場 還有對於整個世界上的影響力太大了 不單單只是美國 而是對於全世界的影響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導致說納斯達克指數創下新地 但是這一些影響力並不會因為反壟斷的調查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改變 Google還是Google Facebook還是Facebook 蘋果還是原本的蘋果對不對 如果這一個事件開始慢慢的淡化下來了 納斯達克會不會從底部開始做一個反彈 我們光從他技術線型來看好了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市場上會有出現極度恐慌跟極度樂觀的時候 所以當我的BIOS指標來到新低的時候 納斯達克的BIOS指標來到新低的時候 往往都會出現一個反彈 往往都會出現一個反彈 所以電子股在這邊 我告訴大家 他反而有一個機會出來了 他反而有一個一線生機的機會來了 這時候你要做的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 你要找的是未來的機會點在哪裡 那你不能隨便亂買 我也沒有叫你隨便去買 你要找到的是成長性的地方 你要找到是成長性的機會 那現在全世界的科技股 除了受到華為事件的影響 其實有一個產業 他正在悄悄的發生一些變化 這個變化是大家目前所看不到的 大家現在所沒有發覺到的變化 但是股票市場不就這樣嗎 當我們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必須要成為那個少數人 那個少數人要有遠見 他要能夠帶你看見未來的機會 那這個未來的機會在哪邊 現在全世界的手機 都開始導入了這一樣系統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叫做屏下的指紋辨識 也就是說 以前iPhone 3 iPhone 4的時候有沒有 如果你要用指紋解鎖 從iPhone開始 他要用指紋解鎖的話 他會有一個 那個主畫面的那個按鈕對不對 圓圓白白的那個東西 但是因為那個東西 它占據了螢幕太大的空間 造成一個浪費 空間上的浪費 那本來蘋果就一直在做改良 他希望說把那個主畫面消失掉 他希望讓那個主畫面消失掉 那他的螢幕就可以變得更大 手機就可以變得更小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口袋裡面 所以他研發出來 他用的那個 後來研發出來的解鎖功能是什麼 是Face ID 就是用你的臉部來做辨識 當他出現這個改變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注意一檔股票 叫3105的穩貌 那時候3105的穩貌 我們在哪一邊 我們在什麼時候買進 我們在160塊錢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特別留意 你要去買他 那時候漲到330的時候 我們做了初清對不對 我們做了初清 從他初清之後就沒有再碰過了 我們就沒有再碰過他了 他為什麼可以有那麼大的實力 從160塊漲到300 我沒有從底部開始做 可是我發現了這個商機之後 我進場這樣子 我們也賺了一倍 我們也賺了一倍 為什麼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商機 因為市場上面的變化 你有沒有抓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感覺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機會 你要相信數字 你不要相信感覺 當蘋果他的手機 開始導入了Face ID的時候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 所以未來會非常非常多的應用 跑出來了 現在如果說從神宋開始 三星他已經開始在做了 他已經把屏下指紋辨識這個功能 直接納入了他的新款的手機裡面了 對不對 他納進去之後 如果未來蘋果他也要用採用的話 整個商機不就爆發開來了嗎 整個商機爆發開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受害 那屏下指紋辨識呢 現在大家所關注到的叫做光學 他是用光的折射 然後來確定你的指紋是不是正確的 但是光學方面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的螢幕髒了 他會辨識不出來 如果你的螢幕 他如果說你的手指頭濕了 你也辨識不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只能在某一個區塊當中 去做辨識 但是有另外一款的 那種屏下指紋辨識叫超音波 超音波的辨識 他的特點就是完全把光學的那些 缺點從頭彌補掉 但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他跪 就是他跪 三星已經先開始做了 三星先導入的就是超音波的功能 他不用光學 光學的部分 因為現在的價格很便宜 很多的大陸廠商在做 所以他也不做 他現在也不想導入光學用的東西 現在他所導入的 就是屬於超音波的部分 台灣有一家廠商 台灣有一家廠商 他就是做這個高階的 他就是做這個高階超音波指紋辨識的 系統廠 他就是6456的GIS 那GIS的部分他因為他已經切入了 屏下指紋辨識的功能 這是他以前 他以前都是做觸控面板 然後全台灣最大的就是TPK 然後台灣還有一家叫GIS 那中國大陸叫做歐非光電 那歐非光電因為有 中國大陸的補貼政策 然後導致說他用低價的方式來搶市 結果歐非光電快要破產了 結果歐非光電快要破產了 那這個紅色供應鏈 台灣最大的競爭對手 如果哪一天他突然之間破產了 那整體的觸控螢幕的 整個市場的價格不就回穩起來了嗎 所以對於GIS來講 如果說他的最大競爭對手 他面臨破產的壓力 那他就有搶得試占的機會 他就有搶得試占的機會 這是第一點 那他的評價指紋辨識 他已經開始供貨給韓國的廠商了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三星的部分 那這一塊市場呢 目前由歐非光電跟GIS 兩個來做評分 但是如果歐非光電他不行了 那這個訂單不就全部都回到GIS身上 所以我認為他的方向是正確的 他的方向是正確的 那他的股價呢 你看到他的股價目前為止 大盤跌破了月線對不對 但是他已經悄悄的站回去均線之上了 就我們均線的理論而言 當我一條均線 他要從下降轉為翻揚的時候 從下彎轉為翻揚的時候 他是一個機會點 他會是一個機會點 所以扣底值 就是你要去關注的地方 現在扣底值的位置還在高的位置 所以均線是下彎的 均線是下彎的 那一旦我的扣底值開始往下扣扣扣扣扣的時候 扣到低的位置的時候 他的均線就會開始方圍向上 他就會開始方圍向上 所以這一根的大量長黑 這一根的大量長黑 他就很重要了 他就很重要了 有人在這個地方 硬是把他硬伸往上去推上去的時候 他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支撐位置 他會變成一個支撐點在那邊 這個量的地方 他就代表了有人在佈局當中 有人已經悄悄的在佈局當中了 所以等到整體的均線開始翻揚向上的時候 趨勢開始改變了 那市場的媒體就會開始報導他的新聞出來 所以股價永遠是領先市場的消息面 永遠是領先市場的消息面 那未來會有一些機會點 他會有一些機會點 那這一些機會點開始慢慢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說 原來技術面永遠 他的走勢永遠是領先市場來做運行的 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好想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运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既然更保存 既然更保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2点半到1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我在平常闲暇的时候 其实我就喜欢看书 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在读的就是这本书 这个人他是霍华马克思 他是橡树资本管理公司 他的创办人 他在这一本投资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的这一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一个重点 他说投资人其实都是非常不理性的 市场上面的投资人 都是非常不理性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评估 一档股票 甚至一家企业 他应该有的价值是多少 所以每次都会在高的时候 比如像GIS 在高档的时候130几块 一堆人在吹捧他 一堆人在看好他 甚至一堆人在追价买他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已经来到高档的时候 风险自然就会增加了 风险就会跑出来了 可是当他的股价来到了哪里 来到了将近两年的低点的时候 没有人在关注他了 已经没有人在相信他会涨了 这个就是市场上面最吊诡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回归 他的整体的基本面来看 以他去年的获利来讲 EPS高达11 11.77元 是11块钱 你看他第一季的EPS是2块 是2块 第一季还是比什么 去年还要成长 他还是比去年还要成长了 以他现在的股价来看的话 你不觉得他的价值上面 已经被人家低估了吗 一档一年可以赚11块钱的公司 然后现在还在成长当中 结果股价他不到100块 他不到100块 就你的角度而言 如果今天所有的股价 他偏离基本面过远 他都要回到基本面之上的时候 你认为他的价值是多少 他的价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他整体的财务结构 甚至他整体的状况是OK的 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你就要回归到葛兰币八大法则了 当我的均线开始从下弯 转为上扬的时候 通常都是一档股票最好的买点 你如果买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下达的空间有限 但你往上的空间 你就是无限大的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评估了 我们同样的 在这个时机点上面 我也跟你讲说 很多的个股 他已经跌升 跌升的时候会吸引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农券空单开始做进驻 如果你是做一个农券操作的人 你会觉得说 行情好像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要做放空来做避险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一旦产生轄空行情的时候 有时候那些个股 他会不跌反涨 比如像说3105的五帽 昨天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些个股 他既然BIOS已经创下新低 农券开始增加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的去空它 因为再怎么样 他都会做一个反弹 他都会做一个反弹 所以你如果手上有这一档始股的 我跟你讲说 你不要随便乱砍 死猫都会有个死猫跳 那他的农券开始做一个 大幅攀升的状态 他就会产生一个嘎空的效应 就算他的基本面再烂 都会有一个反转的机会 都会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包括3406的郁金光也是一样 你看3406的郁金光 他的农券张数也是来到3500多张 大盘今天跌的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基本面那么烂 可是也还好 他一早盘也是出现一个反弹 那现在的农券张数慢慢开始在增加的时候 未来葛兰碧八大法则 他就会跟你讲 第一个出生段是大家都不相信的 每一个人都不相信的 那等他涨上来的时候 农券就会开始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增加 未来主生段的行情就是要靠嘎空 他就会靠嘎空上来 所以技术分析他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他有逻辑上的概念 他有数字上的概念 所以大盘在跌的时候 我说现在你要看的是 未来这个礼拜开始 农券只要指数跌下来了 农券就会开始做攀升 现在已经来到37万7 来到37万7 这个券单如果陆续的 再往上去做增加的时候 陆续的再往上去做增加 看空的人越来越多 筹码就会越来越安定 因为融资现在很少 那券只比一旦拉高 只要有人 有心人士开始踹那一脚 指数就会开始翻扬向上 就会开始出现一个大逆转的走势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都是感觉 我要跟你谈的是我所看到的数字 我所看到现在市场上面 他所产生的变化 跟未来的机会点会在哪边 大盘加权指数 你只要控制它很容易 你只要控制什么 控制台积电 控制大力光就好了 甚至控制什么 控制鸿海 所以你要控制指数的涨跌 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你要控制个股之间 那就不一样了 指数在跌的时候 会有一些个股 持续的往上去做走强 对不对 包括我之前跟你讲过了 像奥运题材 今年准备要开始发挥 今年就是准备要开始发挥 所以很多相关的概念股 它根本不受到 中美贸易大战的影响 甚至会有越南发大财的机会 甚至会有越南发大财的机会 这个越南发大财是因为 他们都已经把厂都移到越南去了 他们都从台湾 中国这个地方 把它移到越南去了 越南跟美国之间 它因为有签订FTA的关系 所以它的产品进口到美国 是不用克关税的 它是不用克关税的 中国现在进口到美国的产品 它要克关税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市战就会被台湾 就会被越南 甚至跟被南韩给瓜分掉 你现在看到的媒体告诉你说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 经济会出现一个衰退的状况 但是他没有讲到的是 因为台湾整体的经济额 经济的额度是非常小的 包括越南 包括整个南韩的部分 因为台湾的经济它的规模小 所以你不需要靠全世界的 整体的量才能补充 今天很多 中国的企业开始做衰退了 他把市场浪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中国所流失的这些钱 从美国那边补回来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是不是出现大成长 但是对中国的出口 它是衰退了 但是你今天出口到美国的东西 它的毛利是高的 你出口到美国的东西 你赚了美金 它是贵的 你出口到中国 你要面对到很多的竞争压力 所以你的价格不会太好 如果你是一位商人 你愿意选择美国市场 还是要选择中国市场 所以今天中美贸易大战打起来 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 因为其实台湾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一直受到什么 受到红色供应链的干扰 这个红色供应链 包括我跟你讲的欧非光电的部分 它都用补贴的方式 用价格杀价竞争的方式 导致说台湾很多的公司 它的获利产生不佳的状况 可是现在趋势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出现改变了 台湾有一些不受影响的 不受影响的产业 绝对是未来的机会 所以贸易战升温 越南它会相对受惠 它现在对美国手机 出口成长的适程 成长了40% 我这个观点不是我自己讲的 不只是我在讲而已 包括连FED的报告都跟你讲了 台湾陆列贸易战当中 真正的赢家 它是贸易战当中真正的赢家 这份报告 甚至连央行他们都会看 他们都在看 更不用讲说那些外资机构 你看到外资现在卖了1400亿 如果他今天突然之间回头 突然之间转向的话 台北股票市场 是不是又要发大财了 但是因为你的情绪的关系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机会 你把你的股票 砍在那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你等到时间一过了 你回过头来再看 我好后悔 我好懊恼 每天都在那个买卖之间做选择 你不累吗 但是在这一段 中美贸易大战的期间 我告诉你说 我们要把资金做转向 先去找不受影响的 比如像说纺织的部分 1464的得利 居然这一段时间亮缩整理的格局 大盘再跌 它能够逆势突破上涨 拉回测试支撑 买点就出来了 买点就出来了 所以1464的得利 昨天不是创新高吗 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还在创新高 这一段时间大盘已经跌到爆了 跌了800多点 对它有影响吗 没有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 parking在这边 你是happy的 你是happy的 你看到是谁在买 外资不是在卖台股吗 这一档股票 它还是不离不弃 一直在布局 因为它看到的是 未来奥运的机会 但未来奥运开始做启动的时候 前一年把订单通通播出来了 然后它靠着越南厂那边出口 到欧美市场 它不受到关税的影响 又抢到中国大陆的订单 两全其美 不是很开心吗 这个就是机会点 但是你的心里面 永远看到的都是威胁 你看到的都是 中美贸易大战影响 所以台湾会完蛋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影响 所以出口会衰退 那个都是表面 你没有进入到第二层思考的时候 你看不见真实的样貌 你要相信FED所讲的 还是要相信市场上面 那些所谓看空的专家 那些所谓看空的专家 所告诉你的 所有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我的Light Hat里面 你可以扫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寻小老鼠BYR2551V 小老鼠BYR2551V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 追寻未来行情的机会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爸爸今天会放手 我知道 人生总是有所谓的万一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伯父 我是小梅的同事 我已经准备好 要娶小梅了 我在几家银行 存了些钱 你存款的每一家银行 都有参加存款保险吗 我已经发现了